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经超过周氏集团收购的三家外国酒状的红酒 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可以打败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国外的红酒 其实这个实力是不可以低估的 还有 喂 不好意思 我们原来谈好的事情 我不想做了 为什么 因为欧阳鹏昨天来找我了 不好意思 欧阳先生 这件事情已经答应欧阳 马总 我希望你还是认真考虑下这个问题 这毕竟是关系到何氏集团未来的大事 你也一定不希望把自己的个人利益 寄托在一个完全不值得信任的人身上 这是什么意思 何氏集团之所以会沦落到现在这种困境 完全就是因为一次失败的并购案 也许你和大多数宫都一样 认为那次并购案只是何氏一个人的决策失误 还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但如果我告诉你 那次并购案 从一开始 就是何氏一个人算计好的 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搞把何氏 这样的话 您还愿意支持他重担何氏集团吗 在我执行并购案的时候 我发现何氏集团收购的几家公司 表面上账务都没什么问题 但实际上 都有非常严重的账务问题 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让他赶快停止并购案 可我没想到他说 他早就知道了 还对我违逼理由 让我不要做外套的机会 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 这里的每一份资料 都能印证我刚刚说过的话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 那你可以亲自找何氏 问清楚 何氏 我想问一句 欧阳鹏说的是 是真的还是假的 既然是这样 那对不起 我帮不了你了 以后你说的任何话 我都不会再相信了 何氏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之前害了所有股东都亏了那么多 我本想 商场上的有赢有亏都在情理之中 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没想到并购案会失败 是你早就算计好的 你现在居然还有脸来让我们支持你 你这是把我们股东当傻子耍吗 老板 我告诉你 要我支持你冲长何氏集团 你这辈子都别想 怎么了 所有股东都拒绝跟我们合作 为什么 命购案的是 现在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 也不会支持我重回核氏集团 我本来想弥补我犯的过错 现在所有机会都没有了 可能这就是我的报应吧 爸 重掌何氏集团主导权这个事 我希望由和睦来接替 这样做我们才有机会 为什么 商业上的事情和睦他不清楚 因为并购案 因为并购案这件事情 所有股东现在都不再相信我 所以应该是我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吧 何瀚 这件事情我无法帮你决定 你最好与和睦沟沟通一下 这是我做的攻略 你看看想不想起 我们这次去欧洲呢不能光想着玩 我们可以去一些大的酒庄去参观 去学习一下 你说虽然我的品酒技术是一流的 但是酿酒的技术呢还得多多地向人家学习 刚好借此机会呢 我们正好了解一下 红酒的文化和历史 说的没错 我也可以学习一下它们的种植技术 这样明年呢就可以种出更好的葡萄 而且我们还可以学习它们的储藏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红酒越放越醇厚 越强越飘香 之后学好了这些技术 我酿出的红酒才是真的无敌了 那我们现在就订票 谁啊 我哥 喂 哥 我哪吃那块料啊 你让我评评酒研发一些新产品还行 这商业上的事情我根本一窍不通 我现在听听头都大了 哥 你才是商业奇才 这些事情交给你来做是最好的 你让我去做 这和氏集团的情况就会越来越早 何墨 现在是何家最危急的时刻 你一定要答应我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问我 我可以帮你 否则何家就没有希望了 你这不是赶压的上架 为难我吗 这些事情 我真的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 你逼我我也没用啊 难道我就再也拿不到 何家的主导权了吗 要说犯错 谁没有犯过错 你不是一直在努力弥补吗 我是在努力弥补 可是那些股东 他们不给我机会 不听我的解释 认定我就是搞垮和氏集团的罪魁祸首 你没有向他们证明 你在弥补你的过错 他们是不会对你改观的 没用的 我们跟周家相比 所持的股份份额相差太远 就算几个股东可以支持我们 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在小股东方面 多做些努力 小股东分得太散 很难联系 而且他们所持的股份也太少了 他们只看眼前的利益 我们是很难说服他们的 没错 现在何家确实没有能力 给他们短期的回报 但是红酒大赛 认购会的成功 总会给他们带来一些信心吧 起码让他们相信 何家有实力重振和氏集团 我们现在要联合一切 可以联合的力量 共同对抗周家 不能放弃一丝一毫的机会 这样吧 我去请马达他们帮忙 让他们帮忙 调查小股东们的信息 我登门拜访 请求他们支持何家 何浩 你也不要放弃 按照你之前的计划 继续努力 我相信咱们真的会成功的 好吧 只要还有一丝的希望 我们就都不要放弃 小肖 很对不起 我之前跟你说的欧洲旅行计划 可能 可能去不了 我知道跟你说对不起 可能又会伤害到你 但是现在 所有的股东 都在反对我哥重掌 何氏集团 我哥刚才找我 说让我来代替他 你说我哪里能做得了 这种事情 但是如果我要 不管不顾的 带你去欧洲旅行了 让他承担何家的 所有的责任 我真的怕他压力太大了 所以我想留下来帮他 但是欧洲旅行的事情 何牧 你别说了 我们一块儿去帮你哥 晓晓 真的很谢谢你 能这么理解我 马达 你要尽快调查出他们的生活习性 比如说有什么爱好 平常喜欢去哪里等等 这些信息啊 越详细越好 以后都有可能会用到的 姐 你放心吧 你看 有乔布汉我给你当左膀右臂 还不错吧 谢谢你们 股东林长明 男四十二岁 家住落实期一百三十七号 看 这个人呢 叫林长明 早期呢 跟何氏集团呢 有合作的关系 后来因为逼购案啊 业务下滑了 在家照顾生病的母亲 算是个孝子 现在他的心里面 非常期待 何氏集团可以重新振作 可以恢复和何氏集团的合作关系 股东郭震雄 楚爱民 任正刚 三人都是何氏集团退休老员工 这三个呢 分别是 郭震雄 楚爱民 任正刚 他们三个呢 是老朋友 老齐呢 在何氏集团呢 也是老同事啊 经常呢 去一个茶馆呢 泡茶聊天 在他们心中呢 对周家 主导何氏集团 有非常大的不满 因为他们三个 对何氏集团 有很深厚的感情 股东董瑞祥 在松山路经营一家超市 这个人呢 叫董瑞祥 是一家超市的老板 早期呢 因为朋友的介绍呢 买入何氏集团的股份 后来因为并购案 损失了很多钱 大家心中 对何氏集团有非常大的怨恨 认为自己被骗了 汉哥 你也来找宁总吗 我许你还是别去找他呢 宁总这个人呢 光明正当 他最讨厌那些 会耍硬朵手段的人呢 刚刚我们两天的时候 我提起你了 他非常生气 这说出的话啊 连我都觉得替你羞耻 之前我是做过很多错事 但我知道错了 而且我真心诚意地 向大家道歉 所以你不必替我羞耻 反而你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羞耻 搞阴谋的不是我 是你 我是在耍阴谋手段 可我说的都是假的嘛 当初是我劝你不要这么做 可你不听 非要搞阁和解 现在后悔了 晚了 做生意 讲究的是幸运 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 连自己亲身父亲 都要搞一模手段的人 我呢 要去拜访下一个股东吧 那个股东也是一个眼镜里 柔弱的沙子的人 我不知道 他听了你的故事 会有什么反应 现在后悔了 晚了 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 连自己亲身父亲 都能搞一模手段 喂 哥 出国的行程呢 我已经取消了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 你就管跟我说 现在可能不需要了 可能这最后一个翻身机会 都被欧阳鹏打破了 欧阳鹏 是的 他四处宣传我并购案的事情 现在所有的股东 都不支持我们了 莫阳鹏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三番五字的害何家 我哪里对你不好了 亏我还把你当成兄弟 你不明白什么 那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这么多年 我一直生活在你的阴影里 你知道吗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 我妈省吃俭用 就是为了供我上学 可我大学的费用 她根本负担不起 欧阳鹏 全班同学 就差你没交学费了 本周之内 你如果再交不上的话 学校就不能给你建立大案 不能建立大案 你就会被学校出名 懂吗 要赚你时间 欧阳鹏 你干什么去 没有钱交学费 我只能退学了 退学 你知不知道 你要是不上大学了 你以后会吃很多苦的 那有什么办法 穷人讲的孩子吗 只能吃苦 要不这个样子吧 学费 我帮你交 还是算吧 我不想接受别人的怜悯 谁怜悯你了 我这是借给你的 等你有了钱的 一分不少的还给我 怎么谁 你带这么多钱 这是我妈给我的零花钱 拿着我 我们家一年 也挣不到这么多钱 可你却说 这只是你的零花钱 你知道我听了 这话的感受吗 我虽然很感激你 可是我自卑 我从骨子里的自卑 你让我感觉 我这种人从一生下来 就比不住 像你这样的有钱人 可是我从来没有过 比别人优越的感觉 你有 只是你自己感觉不到 你从骨子里 就有一种 有钱人的优越感 欧阳鹏 你看看 你都写了是什么东西 你家里本来不是很穷吗 你干脆回家算了 别在这浪费时间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有你这样当老师的吗 勾言看人的 你 你给我滚 以后 不许你听我的看 滚 我滚 我滚 凭什么让我滚 我们所有人加了学费 就是雇你来给我们上课的 你有什么权利让我滚出去 我一定会向学校里投诉 我等了 你敢顶着老师吗 但是我不敢 对你来说 大不了换个学校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对我呢 上大学 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后来那个老师 被开除了吧 是你投诉的吧 可你想过没有 如果是换成我去投诉 学校会不会重视 可你就不一样了 你是堂堂的何家二少爷 你们家每年都给学校捐款 你说的话 谁敢不听啊 有钱人才有说话权 穷人只能被捂 后来 我喜欢周飞儿 欧阳鹏 你跟着我干嘛呀 我想送你回家 今天不用送我回去了 我同学送我 你先回去吧 欧阳鹏 谢谢你送我回来 不用客气 谢谢你啊 沫 有什么好谢的 我们是好兄弟 谁跟你过不去 我肯定不可能 修设皇冠 胡墨 这次打架 学校如果要处分的话 处分我一个 跟你没关系 这怎么能行 你档案上不能有污点 你要是有污点的话 肯定会被开除的 我就不一样了呀 反正我也不在乎 对了 他们为什么要打你 说吧 我们兄弟之间 还有什么不能分享的吗 他们说我喜欢周飞儿 就是辣蛤蟆 想吃鱼肉 胡杨鹏 你别听那些混蛋 在这儿胡说八道的 这都什么年代 你要是喜欢 你就大胆地去追 你没有听说过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吗 你别在乎那么多 那我有什么办法 可以知道周飞儿 这还不简单 你写情书 写情书 那我不会呀 又不这样子吧 你就让我帮你写 我写情书 那可是一流的 我要一出手 保证让你守到几位 那谢谢你啊 好吗 嘿嘿嘿 你干嘛 这个给你的 河沫 怎么样 他收下了吗 当然收下了 有我出马一个顶两个 接下来 我还会全天后不间断地给他写情书 直到他答应我一出 河沫 你真是我的大救星 什么大救星 你别忘了 那俩人好兄弟 河沫 我接受你的情爱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女朋友了 啊 不好意思啊 欧阳疼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嗯 没关系 既然他喜欢你 那你俩就在一起吧 什么叫我俩在一起啊 你也知道 我并不喜欢周飞儿 我是帮着你去追他 所以 事情 我没有想到会变成这么一个乌龙来 哎呀 反正我也配不上他 你俩才是最帮配的 你帮我追求周飞儿 结果他却喜欢上你 其实这个结果 我一早就知道 像周飞儿这样的白富美 怎么会喜欢上我这个穷小子呢 他一定喜欢你这样的高富帅 就是因为我穷 我处处都低仁义的 我拼了命想要得到东西 你却随手就可以得到 包括感情 明天你替我结婚 替你结婚 对啊 她不是你心目中的女神吗 上大学的时候 你不是还让我帮你追她吗 她现在喜欢上我了 你也有责任 再说 这个婚我一点也不想结 我也不喜欢她 所以说 明天咱俩就上演一出替身新郎 我劝你她 还是瓜哥回家去 当你的孝顺少爷 还孝顺少爷 我从我们家一出生 我就是一个败家子 再说了 我怎么能娶过好兄弟喜欢的一个人 这么信 你不信啊 那咱俩就打赌 哥们知道你没钱 我不欺负你 咱俩就打赌 一块钱 可我没想到 在你得到朱飞尔以后 你竟然逃婚 你竟然不珍惜 你竟然伤害她 一块钱 真没钱啊 那当然 我怎么可能会让别人 住在我的命运呢 再说了 我怎么能娶过好兄弟喜欢的女人呢 愿懂付出干净的 一块钱 是 我是赢得了一块钱的赌约 可我彻彻底底地输掉了自信 后来你哥来找我做并购案 他说 难道你不想要周飞尔了 你知道为什么周飞尔不喜欢你 就是因为你没有钱 现在社会都讲究门当户对 你只是个普通的小市民 这个就是他们不选择你的原因了 但是 如果你帮我完成那个并购案 我答应你 可以给你丰厚的报仇 让你真正进入到上流的社会 到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 我知道 一边是友情 一边是爱情 是很难选择的 你的决定权在自己的手里 只有进入上流社会 才能取到周飞尔 所以我答应你哥 后来周启华找到我 他说 只要我帮他搞垮和家 他就答应我 让我做他的女婿 我当然答应他 鸿沫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你对我越好 我就越自卑 我就越嫉妒 我不能生活在你的阴影里 我要变成有钱人 我要得到周飞尔 胡杨鹏 胡杨鹏 你的内心已经被自卑给扭曲了 我瞧不起你 做得好 哎呀 我丢的面子啊 终于讨回来了 哈哈哈哈 我这个人是最不能容忍 在大丁广众路下 丢面子的 谁让我对面呢 我让他一辈子都不好过 哼 看来啊 和家翻身 你这回事很难了 哈哈哈哈 这件事啊 你干的很漂亮 今后有什么事 尽量跟我提 周总 您看我跟菲儿的婚事 哎 你跟菲儿的事啊 你放心好了啊 我既然答应你了 就不会食言的 嗯 一会儿我就跟菲儿聊聊啊 哎 晚上在家 吃个饭呗 谢谢周总 他以前是一个很淳朴的人 我还自认为我很了解他 可是他现在 完全变了一个人 变得我都不认识他了 你说人 真的可以为了金钱 为了利益 就出卖自己的灵魂吗 真的为了金钱 就可以抛弃自己的良知 和底线吗 一个人 如果出卖仇恨 自卑 嫉妒 那他就会经常抱怨命运的不公平 到最后 他的人性就会扭曲 就好像我当年 被仇恨蒙蔽自己的双眼 我的人生也变扭曲一样 到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有些错 一旦犯下 就会无法弥补了 哥 你说我们何家 难道真的没有希望 再重回核实集团了吗 爸 这段时间 我已经想尽一切办法 尽了最大的努力 还是没法弥补我犯下的错 我真的没有办法 让何家重招核实集团 其实 我们能不能够 拿回核实集团 我并没有那么在意 我在乎的是 你们兄弟两个 能不能同心协力的 一起把一件事情做好 如果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同时我也希望你们两个 做事情不要太执着于 成败得失 要学着该放下的时候 就能够放下 爸 可是 这是您辛苦 经营了几十年的 合适集团呀 合适集团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我希望你们 能够把我们合适的精神 一直延续下去 你们知不知道 当初我成立酒庄的初衷吗 那个时候国内已经有很多酒庄 也与国外的知名酒庄 都处在同一个维度 同一个气候器 可是 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他们那样 为什么外国人的名酒 就代表了高品质 难道我们中国人 真的比外国人差吗 想想我们中国 已经有好几千年的酿酒文化 从西汉开始 就已在酿造红酒 所以我就立志 要打造一个世界级的红酒 让我们中国人酿的红酒 推向国际 让全世界的人 都能够喝到我们中国人酿的红酒 我只希望你们兄弟两个 能够脚踏实地 认认真真的 把这个事业做好 打造出一个 能够长长久久的百年品牌 好 我们知道 其实对我来说 你们事业能不能够做大 这都是其次的 妈妈最希望的就是我们全家人 能够和和睦睦 开开心心地在一起 这才是最重要的 干嘛呢 菲儿 聊天呢 跟老爸出去走走 到花园里 好啊 走 走 走 菲儿 老爸有个事想让你办个忙 爸 我是你女儿 没有什么直说好了 干嘛要这么客气啊 还说什么帮不帮忙的 真是我乖女儿啊 难怪有人说呢 女儿是老爸的贴心小妙 是这样啊 晚上我老爸想跟欧阳鹏一起吃个饭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我希望你能一起 哦 爸 你的意思是 让我陪欧阳鹏吃饭 爸 是这样啊 我知道呢 你不太喜欢欧阳鹏 可是老爸把公司的很多重要的事情 都交给他来做 我不想让他跟咱们周家支持利益关系 再说了 他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 无亲无故的 也挺不容易的 我想给他一个光怀和温暖 让他真心实意的为我们周氏集团工作 再说 你又是老爸的女儿 欧阳鹏又很喜欢你 如果你能在呢 这范春的气氛就更融洽一些 欧阳鹏也会感激咱的 嗯 没关系 没关系 如果你要是不愿意 老爸也不勉强你 嗨 我没说不愿意 上次呢我离家出走 也是欧阳鹏送我回来的 本身也应该感谢他一下 请他吃顿饭 正好就今天这个机会 好好谢谢他吧 嘿 真是我宝贝女儿太棒了 走 走 欧阳啊 谢谢你帮着老周 打理公司里的事务 你做事啊比较心细 有条有理 他身边啊 就特别需要你这么个帮手 他能把那么多重要的事情 交给你来做 说明啊 他对你特别信任 萌萌 您过奖了 是伯父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做出了一些成绩 是他提醒了我 我很感激他 要是没有他 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欧阳 你太谦虚了 不过呀 年轻人 谦虚点儿好 我看你呀 是一个办事认真 为人正直的小伙子 有件事啊 我想拜托你 伯母 您说 老周这个人呀 哪儿都好 就是太爱面子了 有时候啊 为了自己的面子啊 常常会把事情做过了头 你现在在帮他做事 我希望你啊 在适当的时候 能提醒他一下 不能只为了自己的面子 就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之前我是做了很多错事 但我知道错了 我真心诚意地向大家道歉 所以你不必替我羞耻 反而你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羞耻 是 搞阴谋的 不是我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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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啊 水 水 afford 自动 飘感却不同方向 不用谁来安慰谁 永远能坚持时间吗 当爱懂解释谁可以护住人 你不用延迟每一件痛乱伤抱 深爱过才决定放手 不用谁来安慰谁 爱过的人永远坚强 一发不悔的情绪永远 你不能隐藏 你却被强忍着 放手和世界变白色 不用谁来安慰谁 永远能停止时间吗 当爱懂解释谁可以护住人 你不用延迟每一件痛乱伤抱 深爱我才决定放手 不用谁来安慰谁 爱过的人永远坚强 每一份不愿意 世才变白色 你不留隐藏 背着悲惨念着 放手 时间变白色 又为何放手 我们和氏集团的红酒 赢了红酒大赛 又通过名人认购 把我们的知名度扩大了 现在我们市场上的占有率 已经超过周氏集团收购的 三家外国酒庄的红酒 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可以打败经营了这么多年的 国外的红酒 其实这个实力是不可以低估的 还有 喂 不好意思 我们原来谈好的事情 我不想做了 为什么 因为欧阳鹏昨天来找我了 不好意思 欧阳先生 这件事情已经答应和寒 马总 我希望你还是认真考虑下这个问题 这毕竟是关系到何氏集团为难的大事 你也一定不希望把自己的个人利益 寄托在一个完全不值得信任的人身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何氏集团之所以会沦落到现在这种困境 完全就是因为一次失败的并购案 也许你和大多数宫都一样 认为那次并购案 只是何氏一个人的决策失误 还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但如果我告诉你 那次并购案 从一开始 就是何氏一个人算计好的 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搞把何氏集团 这样的话 您还愿意支持他成长何氏集团吗 在我执行并购案的时候 我发现何氏集团收购的几家公司 表面上账务都没什么问题 但实际上 都有非常严重的财务问题 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何氏 让他赶快停止并购案 可我没想到他说 他早就知道了 还对我违逼理由 让我不要做爱他的结果 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 这里的每一份资料 都能印证我刚刚说过的话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 那你可以亲自找何氏 问清楚 何氏 我想问一句 欧阳鹏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不相信我 既然是这样 那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以后你说的任何话 我都不会再相信你 何氏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之前害了所有胡诺诺亏了那么多 我本想 商场上的有赢有亏都在情理之中 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没想到并购案会失败 是你早就算计好的 你现在居然还有脸来让我们支持你 你这是把我们股东当傻子傻吗 老范 我告诉你 要我支持你充长何氏集团 你这辈子都别想 怎么了 所有股东都拒绝跟我们合作 为什么 命购案的事 现在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 也不会支持我重回何氏集团 我本来想弥补我犯的过足 现在所有机会都没有了 可能这就是我的报应吧 爸 重掌何氏集团主导权这个事 我希望由何母来接替 这样做我们才有机会 为什么 商业上的事情何母他不清楚啊 因为并购案 因为并购案这件事情 所有股东现在都不再相信我 所以应该是我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吧 何涵 这件事情我无法帮你决定 你最好与何母沟 你最好与何母沟 沟通一下 这是我做的攻略 你看看想不想行 我们这次去欧洲呢不能光想着玩儿 我们可以去一些大的酒庄去参观去学习一下 你说虽然我的品酒技术是一流的 但是酿酒的技术呢还得多多地向人家学习 刚好借此机会呢 我们正好了解一下红酒的文化和历史 说的没错 我也可以学习